大家好,我是Trisha 欢迎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亨克主场赢球一定得 星期六凌晨 比甲继续进行角逐 届时亨克主营奥斯坦德 亨克上季整体表现已经比奥斯坦德好 加上新赛季首轮联赛 奥斯坦德遭遇一场惨败 士气全无 况且球队这次还需要作客出战 奥斯坦德金铺,抢婚渺亡 虽然新赛季首轮亨克并没有取得开门红 但在作客的情况下 绝和标准列治拿走一分 并不是不能接受 事关命中绝和入球之人 正是上季主力射手邦高达 看来他进入状态的速度是非常惊人 这个也是球队争取开局阶段 尽可能多去抢婚的关键所在 要指出 亨克在上季比较常规赛进攻火力 是第二强的球队 这个也是多德 邦高达以及安努亚组的联合演出 安努亚组就是上次面对 奥斯坦德的时候 然后就斩莫入球 再加上球队 其实向来都是擅长主场 银食 今场是新赛季的首个主场 亨克一定是想全取三分 说回奥斯坦德方面 他在新赛季首轮 遭遇当头一棒 主场面对上季中下游球队查内尔 奥斯坦德竟然静吞三弹 表现确实令人失望 其实球队表现差是有迹可寻 奥斯坦德在赛季开始前 一共赛了三场友谊赛 他们只能够赢不出名的委佛杂勒 而另外两场分别是对两支 在月祖联赛的球队 他们就得到一和一负 整体表现不算理想 更差的是 其实奥斯坦德近年对亨克 是没有优势可言 在2016年至今 他们一共八次作客对亨克 但战绩不过是一胜两和五负 其中近三次作客 每场最少失两球 防守方面基本被对手援爆 今次再度交手 奥斯坦德可以说是取分无望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